在台湾 民间野鸟学会与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仿照北美圣诞节鸟会的调查活动 共同发起了2017台湾新年属鸟嘉年华 邀请民众一起调查来台渡东的小变横数量 一方面可以欣赏冬后鸟之美 另一方面也以公民科学的力量进行环境监测 特生中心主任方国运表示 选在新年的时间是因为正好是冬后鸟迁移进来 然后也差不多都到了 然后来做一个两个礼拜的属鸟 这个收集的资料如果经过长时间的收集 像最近几年下来就可以看出某一部分的鸟的变化 族群变化 那其实是对整个环境监测有相当大的注意 今年普查的主题鸟种是小变横 冬天的时候大量聚集在云林县的花生田 所以又被称作土豆鸟 最高曾经达到9600只 目前全球估计约有520万到1000万只 特生中心助理研究员林大利表示 小变横算是普遍的鸟种 但全球的数量持续下降中 农委会林务局夏荣生组长表示 民间自主参与熟鸟 从第一年500多人参加 第二年约1000人 第三年则超过了上千人 至今每年越来越多 台北鸟会保育专员吕毅说 长期整合鸟类普查的资料 可以反映出环境的变化 像国外它们就可以从100年的结果 去看出这种鸟 这100年来它的数量一直在持续下降 它就可以反映出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 或是某种鸟的数量上升 它可能代表是什么意义 2017台湾新年鼠鸟嘉年华 由全台各地的领队鸟老大和鸟伙伴们 规划样区园 邀请鸟乡鸣来参加 目前已有171个半径3公里的样区园 涵盖了全台约12.5%的国土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